大家好 今天是4月25日 星期一 我看到大家在留言 有些朋友都說 可能看著屎 覺得有點灰 剛剛錄這段影片之前 都想了 一兩分鐘 都沉思想 究竟現在這一刻 大家是否很恐慌 還是大家配著心態 都覺得還可以再 先進市 其實我覺得 今天早上 也有很多同事 可能大家 聊天 是否現在這一刻 是可以買貨 其實真的好看大家 大家自己本身 覺得市場還會跌多少 如果你假設市場 可能到大概19,000 即19,000 即19,000 附近 開始會OK 可能最終到那些位置OK 其實現在 分段買貨的話 沒什麼的 即是分段去買 當然是可以買的 甚至乎現在 我當你買貨 你買貨 再跌的時間 就再加住 因為假設大前提 你覺得 大概19,000 即和現在比的話 還差太遠 你覺得19,000 已經差不多到底的話 其實這些位置 你開始分段去買 可以的 那買些什麼 當然 當然 未必是 那位朋友留言 的 或者是 9888 這些 科技股 我現在這一刻 不建議大家 保持住 原因很簡單 原因就是 科技股 其實如果要買的話 都等 等 美國那邊的公司 出賣業績之後 選擇美國那些 更會好些 科技股 其實沒有辦法 內地的狀況 至乎大家現在的關注 如何擔憂 已經不是那些 監管的事情 是有人擔心 經濟層面上的情況 所以 所以 其實現在 買了一些 外面的科技股 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除了Facebook之外 Facebook 預計它的 cost control 都還是很麻煩 特別是 因為它本身 要搞元宇宙的事情 它一定的 投入很大 變成對於它的業績表現 有影響 以及 難搏 其實你問我的話 Facebook 做淡還是更好 我覺得兩個都不好做 因為兩者 都有變數 變數就是 就好像剛剛提及到 預算差 但出來 如果它不是很差的話 分分鐘股價 有機會短期 夾上 所以 就變成 我不建議做任何事情 如果在Facebook 那裡 建議大家 按兵 不動就算了 但是 你說D4 如果有一個業績期 其實可能等遲些 其實不太久 Microsoft Alphabet 這些 明天 Amazon 好像這個星期都會出業績 可能等他們的業績出來之後 我再和大家 逐一去做一些 回顧 去看看 和大家 建議大家 怎樣的部署 但是 說回港股這方面 其實現在是幾面受敵 嚴格上 你說美股 就是說今天開市的時間 受到美股的拖累 這個是真的 因為 畢竟美股在上星期的時間 導致 跌到差不多 九百多點 最多跌過千點 過了千點 然後 之後 其實 反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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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後買單算 好像九百八十一點 跌很多 但是很有趣 如果你用整個星期去計算的話 其實 美股 不是跌很多 如果你在整個星期來計算的話 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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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8.2 1.9% 這個LASDAQ 跌得多些 LASDAQ 跌了差不多 3.2% 其實美股其實 是跌 真的 都是跌回星期五 那下 是的 但是 你的港股這方面 是慘的 第一 受到美股的拖累 第二 人民幣的匯益 加上A股的韓程 A股今天也跌得厲害 就是你的上用指 今天跌了超8.5 我看過我的圖 很久沒試過 而且 你看到 整個A股市場 幾乎 是沒有升的股份 全部都跌 升的股份 是寥寥可數的 所以 A股差 人民幣的匯益跌 加上 澳洲比例也差 這些因素 結集之下 令港股這方面的跌幅很驚人 所以 你看到很多股份 其實跌得很全面 不單單是當災股 其實是 所有板塊 所有股份 部分的跌幅都很厲害 那 某個部署呢 剛剛也說了一個重點 就是 好視乎 究竟你覺得 它會跌多少 如果你覺得它會試到前低位 18,200 18,300位 現在按道理 就真的不應該買貨 甚至乎 你想想 如果大家短炒的話 應該是減磅的 如果你有持貨能力 可以拿的話 也有兩個選擇 要是減 要是減 要是再靜光其變 我選擇 我選擇怎樣呢 我選擇先拿 其實 你問我自己的話 始終我的心態也是這樣 我買了一些貨 是可以拿的 我覺得那些 因為我本身不可以炒 當然 反而你說 之前請我上去 好像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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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那些 如果沽了的話 我理論都不小 那現在就做一下 基本上就打回原 那樣 但是 也沒有的 我想8,8,8,3 我會想過這個問題 假設下回來的時間 我怎樣做呢 但我又可以想 下回來的時間 假設10元 這個額色 又有7厘了 那我又不怕買 所以有時期矛盾 就是 現在這一刻 是沽還是買 我會選擇 持有 拿著它 所以 其實很視乎 你怎樣看 大家自己拿著的股份 其實沒有的 同一個股份 未有貨 和有貨的朋友 可能的心態也很不同 未有貨的很想買 有貨的 在想止蝕 又或者是否要加著溝貨 但最主要的就是 就是那件事 那間公司本身 值不值得持有 或者是否值得買 這件事 或者你買的時間 它所衷勁的東西 究竟現在這一刻 是否還存在 那我自問自己拿著的貨 有些股份 我衷勁的東西 都還存在 所以為什麼我還會拿著它 又都 那張輸錢 就真的不要受了 我想這一回合的時間 大家可能會有不少的損失 但是沒有 我會覺得 可以先拿著 而且那些股份 如果你假設覺得OK的時間 我就寧願再拿著它 那朋友問一些股份 我都不如 逐一去跟大家 邊講邊聊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都逐條回答大家 放心吧 Winston 其實那些股份回A之後 港股通筆水的吸引力是否小了 會是 會是 為什麼呢 因為變相之下 就是他們不需要經港股通 來買那隻股份 而且因為現在本身有權一樣 就是以803為例 803就是說 本身你買A股的時間 應該按道理 這次都很懂得收 變了就是說 你要拿A股 拿著這個 港股 H股 一樣 那你用權利一樣 所以變成就是說 他們可能之前的時間 買得比較多 叫做H股的股份 可能他們會離開 但是 也有些基金 本身就是 他們本身是 可能有一些叫港股通的基金 就是他們那些基金 本身就要賣 集資來 就要投資港股的 那些呢 你可能會買一些 港股這邊的股份 是的 但是當然 如果假設有這個情況的話 他們首選 都一定是一些 內地買不到的股份 就像騰訊 這些一定是 永遠都是 一定是這些基金 持倡最重的股份 一定是 但是一些安全存的 好像中二棟 甚至乎 你現在的中海有這些 我覺得都有些資金 因為 你用來收息也好 如果對於港股基金來說 如果對於港股基金來說 有這些股份 用來收息也好 安全也好 另外 倒好點也好 在公司的基本面 其實油股 我仍然是看好他們的 因為有一個問題就是 當然 現在大家最怕的是 怕什麼呢 就是全投資市場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現在是怕衰退 怕全球衰退 美國那邊 現在大家怕他會狂加息 狂加息就會搞路 可能覺得經濟會不動 會衰退 另外就是 內地方面 我們的疫情 現在很明顯是 很多的活動 即工業活動都停了 所以你說怕傳球衰退 其實會導致很多的股值 會殺了下去 即真的會跌下去 所以你也可以說 對於市場來說 是不利的 但是那些公司本身的 基本面都可以 不怕 如果說油價的話 油價沒錯 油價 有可能經濟衰退 大家擔心的話 油的需求量會跌 但我覺得主導權 不是在這方面 我覺得主導權 就是在供應方面 因為始終你 全球的需求量 我當你減少也好 你還是要有量力去需要 但是你說現在 現在 現在 如果解釋俄羅斯 即是不供油的話 整個世界都真的會有油價 油 都還是會不夠 所以對於油價的看法 我還是正面的 雖然你說 好像剛剛 到這段影片的時間 每天都好像 半輪特旗油 九月旗油 都會跌下去 但是我覺得 沒什麼 就先看下去 看下去 我覺得局局未必是很差 有的那方面 另外 有朋友先說 這也說回 北水的情況 可能北水都會來 買一些 他覺得是OK的股份 尤其當然 量度和之前 可能不是有A股比較的時間 就是會差一點 往往是說 匯豐 其實匯豐和油邦的情況 相對相似 匯豐和油邦 其實我覺得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 究竟內地的經濟行不行 因為 兩者 其實現在 內地的業務的佔比 都會越來越大 你想想 假設油邦 內地的新業務價值 它不升反跌的話 我覺得它的股價 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 不要忘記 其實當你的業務 越來越重 在內地的時間 內地的疫情 是真的有影響的 所以 這陣子為什麼會控 油邦 社會差 我覺得內地的疫情 是有一些原因 另外 對於匯豐來說 不要忘記 銀行秘業務 全球經濟 如果價值真的差 也會有影響 所以 最近 春華國債息上了 但是 美國的金融股 上星期五的時候 都是對的 也會反映到這個狀況 所以 匯豐 如果你有課 明天就關鍵 明天出業職 我自己的看法 就不太差 不過 展望 應該是很不明朗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他購演貨 有幫 也是 有幫 反而現在 因為多東西 在內地發展 封城 或者這些情況之下 對他影響有多大 這下真的要關注 這下真的要關注 他好像 今天星期零下 才會出業職 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Gaga Gaga Daddy 其實我用Boomberg 看的 Boomberg 會顯示出來 就是現在這一刻 是恆赵PE 還有很多的估值 其實Boomberg 就是彭幕的估值 有這件事情 但是 看不到 我猜 你猜到他沒有那麼低 因為 我猜到那個 是用預測PE 他預測PE的話 其實恆赤是10倍左右 是的 現在應該預測PE是10倍 我想 可能是9至10倍左右 最新的PE 現在的恆赤 應該是7.7倍左右 差不多 好像7.3 7.7倍 另外 PB 是0.82 上星期的時間 是0.83 這樣 有點低了 但這些全部都是 現價 不是Focus 現價 Focus 應該會再高一點 上去 這樣 另外 再查一下 是否淡倉才有好處 有好處 就是那句 好視乎你怎麼看 市場的 跌 表現 如果你覺得他 都差不多夠了 其實可能未必會跌得多 說真的 那 怎麼看 988 和9888 988 就是8度 一直以來 我看法 不會太悲 其實 你問我 那麼多 這些科技股 例如 8度 我其實是很樂觀的 因為 對於他 叫做 無人車系統 我看法 是挺正面的 但是 好可惜 現在是整個市場的氣氛 都是差 而且 要討論 我也不討論他 剛才我都說 你要討論科技股的話 你要討論美國 那些 不討論這些 另外 你問 微博 就是微博 由上市 那一刻 即是從香港上市 那一刻 我都會和大家 分享一個想法 其實很多 中概股 第二次回歸 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 就是他們的業務發展 已經過了高峰期 即是微博 就是 已經過了高峰期 第二 就是 沒有幫到錢 即是全部都是消金 那 似乎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有些不斷 叫做 消錢 一些的業務 已經過了一個 peak 那你買來幹什麼呢 即是 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要買的話 都不買這一批 說真的 所以你問我也不用問 但是百度呢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百度呢 真的要看位 還有我想現在 這個時候 未必是買百度的好的時機 我覺得可以等的 那最後 就是 順義光能 順義光能 其實他慘到什麼呢 慘到就是 其實是因為 內地方面 那些 即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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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未來這一年的時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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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能的方面 增加 一倍 增加一倍 即是跟現在比 現在好像一日 新產的量 好像大概是 五萬多噸 但是到今年年底的時間 就會去到 十一萬多噸 即是 給二九九的產能 回一回 那其實你預計了 一個行業之間 會出現產能過性 甚至乎 不產能過性也好 競爭就會很大 所以以往的時間 如果我選擇 風和光伏的話 我會選擇 風電的 我不選擇光伏 光伏我一直都很擔心 就是這些 產能過性的情況 其實 如果你以往我們方面的 產能去計算的話 順月光能 這個福羅里特玻璃 都是龍頭理 兩者 佔了一個市場 超過五成的了 那 叫做什麼呢 福羅里特 今個星期會出業績 變成可以 看完業績之後 再留意一下 再看看 究竟 正能不能再部署 但是 目前來說 我覺得都是難的 我也不會考慮 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今天心思思 有些想買龍園 這隻東西 這隻龍園我買的 但是始終 現在 有時候都會跟自己說 不要這麼深刻 先看這些事情 始終市場 真的好 都不容易提到 所以我寧願現在 先等下 一來是這個問題 二來就是 之前的時間 原廠率格格 那些肉是 唇鹼 唇鹼 石字邊 一個鹹字 天然氣的格格 上了 玻璃 基本上 有這類的 唇鹼 和 天然氣 就割佔氣 玻璃 森林圖門 兩成 所以它們的格式 都影響著玻璃格格的情況 所以就變成了 這因素 還有 因為福萊塘出業職 有些啟事 因為它很大 而且它不斷擴充產能 所以這些股 暫時先看著 這樣 最後 和楊太說 其實我最近 我最近很少出去吃晚飯 以及午餐 出去吃 放假都在家裡吃 如果回工的話 就在公司做食 我是甚少出去吃 所以星期日的時間 都心思思 陪有老婆出去吃飯 下午 但是出去之後 就 跟飲食行業的人聊天 原來就變成 好像是旺丁不旺財 也不是旺丁 就是晚上開晚市 是連晚市都不爆 那邊還挺差 那我想 不知道是不是和大家的 生活模式改變了一些關係 那 其實是的 鴨蟹 因為 我有一個朋友 聊天 他都說 因為他喜歡吃蟹 他就 說自己賣蟹 可能自己在街市 賣蟹 然後 可能可以自己蒸 自己煮 就很便宜 可能在外面吃一隻 大隻的 蟲葉蟹 可能是2斤以上 可能是差不多1,500元 一隻 但是他自己煮的話 基本上你有焦路 甚至乎跟海鮮當熟的話 可能4-500元就可以了 這樣 但是有時候 我會這樣看 你出去吃 就不用自己煮的麻煩 第二就是 你出去吃 人家煮的時候 真的蠻好吃的 哈哈 人家都要做生意 這樣 但是 沒有了 現在 可能 鬆回一點 大家可能 那些生活的模式 慢慢就會改變了 但是 對 最重要的是 吃得開心 我這樣說 今天暫時到這裡 大家 又是那句 輸淺大家都不開心 甚至乎 輸淺大家都可能 心都會有些 不爽 但是 老套這麼說 希望在明天 而且始終 我覺得這個時間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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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的事情 就有希望之後的時間 可能當日整個晚上好的時候 希望氣候好一點 那我試著又再升過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的 那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